古琴又称姚琴、玉琴、七弦琴 是中国传统波弦乐器 目前已有3000多年的历史 2003年被联合国列入世界文化遗产 琴痴阮炎俊的家中 珍藏着许多把自着古琴 他把它们视为之音 70后阮炎俊来自越南广志省 2005年热爱中国传统文化的他 来到华中师范大学中文系求学 与古琴结缘 今年是他扎根武汉的第16个年头 他非常的有内涵 当时我们只是特别喜欢这个音质 比较低沉 很容易抠住人的心血 他在正常上了解它之后 才知道它里面有太多太多的内容了 记者1月5日走进南天坊看到 工作室内各式各样的古琴 依此排开 墙壁上平铺着古琴特有的简字谱 屋内有青旗书画 屋外是梅兰竹菊 充满古风古韵 阮炎俊身着一席不衣 端坐在古琴前 轻浮慢挑 一曲梅花三弄 从指尖滑滑流出 琴声凌凌 阴色均润古镜 这个古琴自2003年被世界联合国列入世界飞物室 飞物质文化遗产 那么这也是人类唯一的一项乐器被成为世界飞物质文化遗产的 这是中国的骄傲 中国的新喜书画都是很有内涵的 而且是如果你在这里面只要沾到一点 你还会对其他的都会感兴趣和喜欢的 在阮炎俊看来 自己和中国传统文化有着不解之缘 曾经《六指情魔》 《英雄》等中国电影在越南播放时 就对里面的古琴音乐十分痴迷 现如今 他最心于做好古琴的传承 从开班教授古琴技艺 到传授琴技术 他皆清壤相受 以琴为载体传播中国传统文化 中国传统文化是被世界认可的 而且是被大家欢迎的 这个是古文化 中国古代留下来的这些都是让我们受益的 我们叫中国优良传统文化 现在我看到国外也有很多人在玩 包括我在我越南那边 我看到他们也建立一个叫越南古琴 基本上会谈古琴 它会拉到一个巡里面 在一起沟通和交流是很坦诚的 阮言俊告诉记者 武汉是知音故里 春秋战国时期 玉伯雅父亲玉知音中子期的故事 发生在这里 而他的知音便是古琴 他正在筹划在越南家乡建设古琴基地 愿将酌情经验传授出去 让记忆传承下去 那我来到武汉 其实我想应该我也不是偶然 有这种热爱传统文化这股力量 这股力量引导着我来到了这个地方 所以文化也是我是文化的知音 古琴我也是他的知音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